由陈德荣 王廷 张定函等主演的电视剧《断剑》正在横电拍摄 该片围绕七七事变后 日本人策划的《一七七暗杀阴谋》展开 讲述了王廷饰演的帮派继承人达文秀 与王伟光饰演的好兄弟胡双南 及陈德荣饰演的京剧名林陆小青之间的命运纠葛 给你们五分钟之间和家眷告别 你们的家眷都在那边等候 接下 上车了 回来了 交代完毕 上车 已经有一部分人在切上了 OK OK 好了吗 我一说我要走了 我刚一说回下午 他也叫王廷 等一下 陈德荣 陈德荣进组前还特地拜师学艺 学习京剧唱枪和招式 而为了突显陈德荣名林的华丽气质 剧组更不惜重金聘请上海的旗袍世家 为他量身定做了三十多套旗袍 陈德荣表示自己不再是当年那个青色的姚女郎 并将该剧视为转型之作 以前我拍球游戏的时候 其实那个时候是非常贴近我的个性的 是我那个时候德荣的个性 是那个时期的德荣个性 可是陆小青 这个角色是蛮贴近我现在的个性 有圈中知情人士爆料 陈德荣身边不乏追求者 且大多都是家底后世的富豪 对此陈德荣坦言 身边确实有很多富豪朋友 但是自己对爱情的期许不同 更注重精神而不是物质 什么朋友都有啊 那富豪朋友是有啊不少 但就是朋友而已 就是因为我对爱情有某一种的 自己的期许 那我觉得我的个性 比较在意精神上的 因为现在是物质主义的社会 我觉得我没有那么严重